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到是在桃园 有一群老师十年前筹设了身心障碍者的日间托育机构 创办人陈美谷排除了种种的困难 让基金会成为桃园唯一立案的早期疗愈日托机构 这些宝贝天使拿着鼓棒开心的敲击 每一个打点都能配得上节奏 对一般小孩来说已经不容易了 何况是这些宝贝天使 之所以叫学员宝贝 是代表着每一个孩子都是忠心的宝贝 真心疼爱每一个孩子 创办人陈美谷原本是一位特教老师 有鉴于桃园没有专责机构 他找寻了一群志同道合理念相同的老师们 没有财团的支持 只靠自己的力量 打造了这间日托声障机构 但筹备时期 老天爷还先给他一个考验 正在设立的时候 其实是得癌症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如果那时候 我是没工作的状况下 我想我一定会在家里自怨自爱 那其实很神奇 就是开始上班一忙之后 这些不舒服的状况 或者是心想突 这些就没什么时间就顾及他 然后其实化疗对我来讲 其实过得还蛮快的 因为半年一下子就过去了 是考验也是转机 让陈美谷更坚持 非完成不可 他一定要每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 都能得到良好的照顾 小朋友 这一堂课是我们的 艺术治疗 中心老师以类似表演的声调 来吸引宝贝们的注意 也辅助他们 而打击课程 更是要接近一对一的教学 这样的人力资源 如果是在一般家庭负担相当大 所以中心内不仅仅是老师 同时还有家长志工 一起加入照护行列 当大家都愿意做付出的时候 其实获得最大帮助的是谁 一定是这群宝贝 对 其实我们在这群宝贝身上 其实看到的改变真的非常多 他们其实是 大家 他们在 尤其看到他们在参与活动的时候 那个有自信的表情 眼神的时候 我觉得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感动 当我走进这个大家庭的时候 那我就是觉得说 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孩子 那我就觉得说 当我有能力 心有余力的时候 我就会愿意 就是把我 就是我的爱 就是带给其他的孩子 我有时间我就会到中心当志工 或者是协助 就如同一个大家庭 也是陈梅谷当初所期盼的目标 一方面为家庭减轻负担 但是也要让宝贝们 能够认知到家庭的重要性 我们希望能够健全这个家庭的功能 提升这个孩子的能力 让这个孩子有机会 可以出来工作之后 他可以在家里留久一点 因为这样子对孩子的本身 他本来就要住在家里 这个权利义务能够被保住 那另外一个部分 也可以节省很多的社会成本 这个是我们跟其他机构 比较不一样的理念 不管是打击乐器 画画或是滚球 能看到孩子们的笑容 是陈梅谷心中最大的慰藏 宝贝发展潜能中心 自民国94年设立至今 每个月照顾40位儿童 10年来已经协助过将近4800位的小朋友 未来新的中心设立后 希望能增加照顾50位155岁到65岁的大宝贝 让他们可以学习直前训练 独立生活 照顾自我 也让家长们可以喘口气 减轻家中经济负担 同时也可以让特殊教育学习不中断 减少社会资源浪费 以及家庭问题的资深 但是这个愿望还需要社会大众 一起关注才能实现 民事新闻周炳宇 桃园报导